Hello Hello 會不會很近呢? 今晚為什麼這麼晚呢? 因為我剛剛練完這個機功 那粵劇機功究竟練什麼呢? 其實包括了很多很多東西 例如會有這個 押腿、踢腿、船腰、繃子、裁板身、飛腿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元劇、身段的練習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平時譬如說你們要看電影 又或者未看過電影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 你們都應該有見過一件事 就是 扔出來 嘿! 嘿! 就是這件事了 那這件事就叫做 灑花窗 對 也是叫灑花窗 其實叫做鷹窗 那鷹窗呢 其實兩邊有些毛毛 然後呢 我今天就想告訴大家 粵劇來說 其實這一個鷹窗呢 都是常用的道具 或者你說它是武器 也可以的 那武器呢 其實除了這件事 還有 這個不是武器 那個才是武器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嘿! 嘿! 這個也是武器 對了 還有 這個也是一樣 對了 嘿! 哇! 變出來的 這個也是武器 那這個是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見過關二哥 關二哥拿的那把就是這一把 那也是武器之一 那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武器 嘿! 嘿! 不行了 嘗不到 來! 放上我的腳 嘿! 這個也是武器 其實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武器 工具 或者用品 那等等的 其實呢 任何一樣東西呢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 將它用的呢 將它轉來轉去 譬如我呢 讀書的時候 我喜歡呢 將一支筆呢 在手上轉 是的 好像一個呢 因為上課呢 我喜歡搞鬼 喜歡夾在嘴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將一支筆夾在嘴唇上面呢 知道我說什麼嗎 就是將筆 對 什麼人表演已經撞了 哎呀 對 好像呢 有些呢 可不可以幫我扔那把東西 他在玩的 去哪裡呢 對 好像呢 這把線呢 都可以扔啊 可以轉的 因為我從上大呢 就很喜歡把東西扔上天空 就接回的 這個假設是我的嗜好 好了 然後呢 窗呢 又可以轉啦 我想大家都見過這些 轉的方法 好了 大刀呢 又可以轉啦 這個是我的嗜好 對 這個就是大刀 轉的方法 對 這樣就扎架了 好了 然後呢 這裡有 這把線 都可以轉的 這樣啊 所以其實呢 粵劇呢 是一些挺有趣的 它不是馬戲團 也不是一些雜傻 但是呢 它都會有一些這樣的表現方法 和一些偽信在裡面 很有趣的 對 這個轉了 然後呢 刀呢 刀也可以轉 欸 這個是演來的 哈哈哈 刀也可以轉的 嘿 哎 又可以轉的 所以呢 其實是很好玩的 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介紹給大家的 可能呢 有很多小朋友都沒見過這件事的 嗯 這件事是什麼呢 馬鞭 不是 是馬鞭 是啊 它是一隻馬 不是 它是馬鞭 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在舞台上呢 就不會真的拉一隻馬出來的嘛 但是這個馬鞭呢 一出呢 你就知道那個演員在做什麼 就是在騎馬了 那這個可不可以轉呢 都可以轉 欸 看不看到 近的 看不到 他的手 看到嗎 都可以轉 轉出轉入 轉出轉入 都可以轉的 所以呢 我這麼喜歡粵劇 就是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 哈哈 我說我好喜歡粵劇 馬上旁邊的人 呆了 對了 因為呢 將所有東西拋上天空 掉下來 加上 喜歡將它轉來轉去 馬上都轉一趟 那小時候轉筆啦 轉筷子啦 轉 傘啦 是的 我很喜歡將這些東西轉來轉去 當然啦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曾經試過呢 轉 然後打爛了我的花瓶 我記得那次呢 我真的轉把傘 一入門口 我記得花瓶就放在 這一邊 那次呢 就是下雨了 我拿著把傘 一入門口 在那邊玩啊 一轉 就打爛了我的花瓶 所以呢 我媽媽 都跟我說 她說以後麻煩你回到學校呢 你才好轉 不要再在家亂轉的東西 這樣 所以呢 我也是很喜歡玩這件事的 那我們 我們找一個朋友仔出來試試看 你呢 這位朋友仔 你最近的 來 對了 那 教你轉這個窗先啦 那其實我們說的 英窗這件事呢 即是灑花窗 其實呢 都有很多 不同的灑法的 好了 那我們有一些叫 提窗花 是不是啊 提窗花 哈哈 哈哈哈哈 死都不認我 對了 有一些叫 劈喉 最初我以為是皮喉 但原來智偉老師告訴我 那個叫劈喉 對了 又有一些 大刀花 就是詩詩女 那首先這位同學仔 不如今天 練了這個先 好嗎 看窗花先 對 可以出鏡了 好了 咦 好了 那怎樣灑呢 首先 我用短窗 嘿 這樣 大家的朋友仔可以看著 首先呢 右手拿著 然後呢 不如我給你一點短的 你會不會更容易 會不會更容易處理 對了 我們用假的短的做先 好了 然後呢 這叫提窗花 然後呢 把他 右手拿著 轉 轉 轉 當然我教小朋友呢 就是當你轉到 轉不到了 對 然後呢 將一隻左手 放在下面 然後呢 大家攤大手 像什麼呀 像一隻蝴蝶 對 變了一隻蝴蝶 好了 變了蝴蝶的時間 要縮起來 因為變蝴蝶呢 其實有過程呢 他就要包著自己 好像毛毛眼那樣縮起來 所以我們是縮起來 然後就變蝴蝶 左手下面 右手上面 好了 然後左手撿著 拳頭 然後變什麼 變蝴蝶 對 是不是像蝴蝶呢 蝴呢 通常是夾著東西 蝴蝶 變蝴 好了 然後又將他 右手 轉 然後變什麼 變蝴蝶 對了 變蝴蝶 記住了 手指公和手指公在這裡 這樣拍起來 就好像蝴蝶 這樣飛下飛下飛下 變蝴蝶 好了 然後交給左手 再變什麼 變蝦 變蝦 對了 即是當你對著鏡子的時候 就是我變蝦 變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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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變蝦就不知道 不知道變了什麼 我就不知道變了什麼 對了 大致上 就是變蝦和蝴蝶 就是這個 提槍花 對了 好 我們試試大致的了 是 好 好 多厲害 好 請這位大姐姐試試看 好 看是否認識 變蝦 你變得不到蝦 好 這個是蝴蝶 變蝦 對 大家不要這樣抹著 抹著 要抹著 第一不要看 第二 肩膀很痛 大朋友,我平時不是要演戲,我又不是想學什麼 又會幫助到什麼呢? 其實當你轉動的時間,其實是幫助到你的腦筋、手 這些位置開這個甲,這樣的時候 怎麼了?太胖了,是嗎? 我爹地在那裡。 我爹地在那裡。 你爹地? 誰是你爹地? 哦,石火船 我爹地在那裡。 其實平時你逛街也好 其實你不會無緣無故就是這樣 這個動作,雖然我們做得浮花一點 但就可以運動到這些位置 那就是說這些,我爹地在那裡,大朋友 譬如這個乳腺位,或者這些肩甲級位 拜拜肉,這些全部都可以做到 當然,你家裡沒有那麼大地方,不要緊的 我們找一支地拖棍也行 是的,地拖棍也需要很大地方 或者我們找一支,找一支什麼棍也好 是的,都可以轉的 那你先試一下吧,看看是否懂得 變磨碟,變隻蟹,對 打開,對 那你呢,就把那個高度放低一點,放鬆放頭 是的,自意 好了,那這一個就叫做提窗花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了,不知道家裡的小朋友 有沒有學到這個提窗花呢 或者其實我知道YMCA有些小朋友 其實都已經學了了 但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喔 哈哈,為什麼這麼好笑呢 外面這個綠寶石 哦,雙彎 對了,所以其實呢 因為我們講的舞台的藝術 都要漂亮的嘛 麻煩這位姐姐,不要這樣夾著 那你伸手出來 對了,那大家記得喔 這個叫做提窗花 那我呢,平時都會有空練一下 因為那些手腕靈活一點 那也都手指靈活一點 那然後這些呢,開一點靈活一點 其實呢,對我們做任何的動作呢 都是要打開的時候呢 都會靈活很多的 對了,那我平時呢 就是練這些東西啦 那我們下一項練什麼呢 下一項呢,就是下個星期見啦 哈哈哈哈 今天是不是很早課 對,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今次這個呢 我們叫做新開的topic 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去和理練 和理唱 就是和理一起唱 和理一起練 和理一起練 一起練 我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去練習一些 基本動作 是的 當然啦 我們可以下次就講一下機弓 譬如船腰 踢腿 他就真的 對,就是告訴大家 我平時其實練功是練些什麼 是啊 咦,有些人說 太短時間了 哈哈哈哈 對了,那 加上這個 劈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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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就算不是演戲也好 又或者我不是練戲也好 都站得好少少 是的 那如果小朋友要做這個皮喉花 其實都不要隨便站 不要這樣拉大腳站 或者就是肉肉酸酸地站 那我們呢 男生就要站在男生的經字幕 女生就要站在女生的面部 是的 然後呢 就這樣做 我喜歡做男生好一點 哈哈 哈哈 是的 當你做得快的時間 其實就可以 可以把手扭摺 扭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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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當你耍得順 對的時間 你就可以快一點 但是當然了 中間可以加上一些 咦 嘩 因為這條不夠高 對 這些可以下次教 但我都說我喜歡 把東西拋上去 拋上去 很喜歡把東西拋上去 咦 但當然正常 如果樓底夠高 我就可以拋到兩層樓 都可以的 下次可以教大家 小朋友在家 千萬不要做這個動作 對 有這個 好 這個是皮 提槍花 加一個叫脫手 脫手就是剛才 扔上去的那個 對 其實就加上 過一個手腕 這是另一個動作 你還能做到嗎 不如讓你試一下這個 怎樣 可以的 學習中 你看看你女兒 多有這個 叫做 進取心 好啦 喂 你回去做給你爸爸看 可以 對 他輪到他罵我 你不要在家裡扔完 這個太化醬 對 這樣 小一點 剛才做過這個 當他交到右手的時間 右手 右手 交到時間 如果當我要扔之前那一刻 我要把手指 不是這樣 本身不是這樣 像蟹一樣卡住 如果當我要做的時間 我要把手指弓 放在這裡 然後把手指弓 然後把手指弓 五個 五個 是嗎 看得到的 你做 手指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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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要學這個 太難了 太難了 手指弓 好 不如算吧 下次再做這個 不如這樣 我們先教了一個 砧喉花 砧喉花是怎樣 如果男生就叮自腳 又是女生就別步 你叮錯了 姐姐 不 兩邊都可以 不過通常我們右手做事 我們就不會右手右腳的 對了 正叮 這個叫做 然後我們就要將 退後一點 因為看不到 將窗 開始的時間 就放在這裡 放在旁邊 旁邊 我們做的時間 手背向觀眾 對了 我們通常要把窗 放在中間 正常做我們是長的 但因為示範的範圍比較窄 所以我們用得短 好了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男生叉腰 女生就用這個動作 別步 當然我先做男生 好 然後把手 這樣 上來 看不得清清楚 前幾段時間是拍手 這樣 好像攤大手掌 然後 一點點向前 然後 看不到 向前 手背 仍然是對著觀眾 我是這樣的 手掌在下面 對 所以不要轉頭 來 來 你多次 首先就是手背 向著觀眾 向著鏡頭 手背 有一點點咬著 對了 對了 然後將它 這個 這個叫做窗頭 窗尾 然後 原來是這麼難的 然後 因為這個手好像有點動 你的手 這個手掌要鬆鬆 你多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 大家家裡試一試 來 這樣 首先 然後 轉一轉 否則會卡住手掌 將它 轉一轉 咦 有障礙 哈哈 對 來 這個 看起來很容易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時候 都會 首先打動 打動了 是不是 打動 好 這個 下來 對 但是就是這樣的 對 最後 我給你一點掌聲 耶 謝謝各位同學 對 但是還沒做完 還有很多 你當然 其實 灑上來是這樣的 對 灑的方向 可以打旁邊 或者可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表演的角度 就是有一點點前斜角 都是我們灑劍水 灑槍 都會在這裡 這個位置做 很漂亮 如果在這裡 都可以這樣做 有兩個 我們做一次 試試看大家做不做 這個叫做 劈喉法 再來一次 手背向著觀眾 然後打動槍 好了 將這個 槍尾位 然後就好像 讓去那邊 攤大手掌 然後將槍尾 帶去前面 在前面 然後 按下 按下 按下手指公那邊的槍 好了 然後就上這邊 對了 又是手背向翻 上這邊 對了 然後 好了 就還完了 再來一個 轉 不是這樣轉 是 打動 手指公和第二隻手指 感覺上好像這樣 感覺 已經有障礙了 是 攤大手掌 好 上來 然後 揚上去 我們叫揚上去 是這個位 這個位 這支槍 槍尾 揚上去 揚上去 揚上去意思是這樣揚 做那個時間 其實要保持著身體 不要向前向後 譬如我向前向後 向前向後 就是錯了 所以這些 屁股 或者大腿 全部要揚著 揚著位 你怎樣做呢 都是槍 是手臂前後 所以都是說 開這個位 開這個甲位 是不是叫甲位 就是打開這個甲位 其實對我們肩膀 鬆也很有一個功效 還有對於健康來說 我曾經試過五十肩 五十肩其實都是說這些位 這些 因為這些筋 揚著了 這些位都會痛 所以其實 因為那段時間 我沒有練功 加上自己做事 就經常都想著 這樣做 就是做勞作 做手工 做衣服 其實這些位 是全部縮著了 所以 都有五十肩的危機 現在練功 其實所有東西 都會打開 是空 所以 做什麼事 看到什麼好事 好 可以嗎 還不可以做到 滴汗 好 不要緊 我們今晚 因為都比較晚 所以 首先 介紹了 剛才有些工具 之外 其實我們在說 槍 就是這支 有兩個花 先 第一 我們先複數一次 多謝辛苦你了 好 這是鷹槍 我們會有一些槍花 做的時間 這個叫做提槍花 做的時間 不要這樣高 因為 就算你說 我不是舞台演出的 舞台演出 更加不可以 因為這樣 舞台演出 也是這樣 而且這些肩膀 不要緊緊 你會很累 做十下已經很累了 我們維持大約在胸口對出的位置 然後做的時間 變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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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慢慢看 如果你譬如 學一個正確 因為通常一塊 人們就會亂 亂捉那支槍 慢慢由慢開始 去到快 這個叫做提槍花 站的時間 也是站好它 丁字腳 或者別步 這樣站 另外一腳叫 踢喉 踢喉花 我們以前不知 經常都以為 皮喉花 但原來叫做 屁喉花 好了 手軟了 OK 好 看不看得到腳 大約就是這樣 開始起的時間就是這樣 然後男生插腰 女生也是這樣 插腰 當然 然後 你看到手肘 對 所以回到小朋友 如果要練的時間 記得 找一個大小小的地方 因為你不懂的時間 可能會後面的東西 亂殺了 這個也是一個 夾緊 這些 不要讓它前後這樣動 前後動 其實就是 不對的 是吧 要揚 揚個槍尾 這個慢慢練 有時候會是兩邊 即是雙面 都會的 都是揚完 兩邊的 今天 先跟大家聊著兩個花 一個是提槍花 一個是屁油花 我們下個星期 就可以再講一下別的 我喜歡練的工 或者我平常常會練的工 又或者我常常會唱的歌 下個星期六或者星期日見 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 晚安 因為今天好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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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